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次更新 前两期我说了一些我平时会用的一些曝光习惯 然后这期我们直接来实践 对于现在我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不会都拍人 我们的时候会拍一些很小很小的景物 但是比如说在商店里的那些陈列 它一排都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光圈又特别大 那你相机很难会知道你要对焦在哪里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一些触控对焦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触控对焦的朋友 那还是要倚靠相机的手动对焦 那这个时候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时的实战过程中会用到的一些 就是综合上面的一些操作 好,比如说这个镜头 我觉得前景的数学非常好看 这里我直接开自动对焦 会发现相机它会随机的对到一些树枝这样一些地方 那这也是我不想看到的 所以对于这边我直接按到手动对焦 好,然后我去对到自己精细要对焦一些地方 好,进行对焦 如果我觉得景深特别浅的情况下 我会去控制我的光圈 然后同时去放慢我的快门 好,然后我会挑一个比较好看的地方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好看 这里,好,我放大 确定完之后我们进行画面放大 精细对焦之后我们可以直接进行拍摄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切身格或者是用正常的格式去拍摄 然后我们可以在反复拍摄的过程中 去确认自己的一个对焦到底有没有到我们要拍摄的主题上面 好,这就是我对一些平时啊 就是特别是对一些我们画面比较杂乱的时候会发生的一些问题 进行一个比较偏向于实战的一个分享 在实战过程中我们切机位啊,也会切得比较快 并不是所有的拍摄全部都是固定机位一个散场架 有太多的环境下我们是边走边拍 我们是去抓拍,找到一个光源好的环境下 我们直接进行抓拍 所以一些手操的一些手动对焦和自动对焦的一些操作 我还是希望大家没有事情就在自己的家里去练 因为自动对焦切手动真的是索尼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 我强烈建议大家去设一个专门的MF和AFC切换的这样一个快捷键 去设到你的相机上面 好,那本期就对我拍摄一些近物的一些对焦的一些实际状态中的一些习惯 去做了一些分析 希望大家如果有看得懂的朋友或者是看不懂的朋友 都在我的评论下面留言 那我也希望让更多的人去把自己已经买到的相机用好 那如果说你是其他品牌的相机 根本没有问题的 其他品牌相机其实大家有的功能都是有的 你可以完全用其他品牌的相机一样去设这一类的快捷键 因为整体的思路是一样的 好,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边 那我们下次再见 分底下